但是這種天氣呢 其實就會有很多的迷思 我說對家長 因為到底是感冒還是過敏 傻傻分不清 我在幫家長問你 請陳醫師幫我回答 其實這個秋天 風開始起來了 鼻水就開始流下來了 對 天氣轉冷的時候 一些打噴T流鼻水的病人就特別多 很多病人都會來診所問說 欸醫生我到底是得感冒還是過敏 真的都分不清楚 其實呢很簡單 第一個 感冒的話 你會不會有 感冒通常會有一些什麼症狀 打噴T 油鼻水 這個是必然的嗎 然後再來喉嚨痛 過敏的話就不會喉嚨痛 咳嗽其實不一定 有些小朋友可能他 氣管也會過敏的話 也有可能會咳嗽 不過一些急性發炎的症狀 像是喉嚨痛 有一些黃色的濃稠的鼻涕 或者是黃痰 跟一些全身發熱發燒這個症狀 在過敏身上是不會有 通常是只有感冒才會有而已 那至於什麼是感冒 過敏呢 過敏就是過度敏感 就像最近秋天風在吹嘛 就可以發現 因為我從中部上來 我就很明顯發現 中部的空 對溫度 第一個溫度不一樣 第二個空氣也不一樣 對 我就發現就是你從外面看出去 就是整個又霧蒙蒙的 我就想說 這個天氣一定就是 過敏的病人又會特別多 對 所以就是 這個時候你吸到那些 冷空氣或者是髒空氣 你的鼻子就會有一些 發炎的反應 對 這個就叫過度敏感 就是過敏 對 所以你就會產生一些 那個鼻涕啊鼻水 裡面就有一些抗體 要去對抗那些 冷空氣跟 那些灰塵 所以你就會一直打噴嚏流鼻水 那這樣子呢 就沒辦法 通常過敏 這些是屬於慢性發炎 那就不會有一些 發燒 或者是喉嚨痛的現象 對 那個都是只有感冒才有 感冒就是病毒跑到你身上 所以你身上 要去抵抗它 所以會有一些急性的發炎 所以身體才會發熱 發熱的時候 你身體的一些免疫反應 才會去對抗那些病毒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 會有一些喉嚨痛 因為你的 綿膜都會發炎 發炎的時候就會紅腫肝癢 紅腫就會痛 肝癢你就會有點想去清它 所以這時候就是 可能就真的感冒了 那如果說我的過敏的鼻涕 跟我的鼻子發炎的鼻涕 有沒有不一樣 過敏的鼻涕 通常會是比較水狀 比較水狀 對 發炎的呢 甚至有時候會有點顏色 如果你經過一個晚上 早上起來 醒出來的鼻涕 甚至有時候會帶一點 綠色或黃色 一點點是還好 通常都是一些病毒性的 可是如果持續超過一週到兩週 可能就會有一些細菌感染 細菌感染的鼻涕就變得很黃 對 那個時候可能就會 需要吃一些抗生素 那個就已經不是感冒 是感冒之後 你產生的細菌性的鼻豆炎 這時候細菌性的鼻豆炎 就已經不是感冒了 因為有些人就會說 我感冒怎麼感冒了一個月兩個月都沒好 然後一直吃藥 然後自己去買成藥吃都沒有好 最後就是眼睛都腫起來了 然後才來看醫生 這時候就其實有點慢了 而且你已經不是感冒 感冒通常五天到七天會好 對 七天之後就一定要找醫生 你可能就是有併發症 對 那可不可以因為一直過敏一直過敏 就真的變感冒 過敏的人比較容易感冒 為什麼 第一個從習慣來看 你過敏的時候會怎麼樣 打噴氣流鼻水 你會怎麼樣 用手去揉 拿衛生紙洗 所以你手會不會常常洗 對 這時候田醫師在那邊咳嗽 咳到我手上 我去摸我的鼻子我就中了 我就跟田醫師可能有間接接吻的那個感覺 黏膜的分享 對然後就他感冒傳給我 所以過敏的人會不會比較容易感冒 這個行為上也是會 第二個你過敏的時候因為你鼻子啊 或者是你身體黏膜是處在一個 比較發炎的狀態 他的就會比較脆弱 當然比較容易被病毒入侵的時候 比較容易 你的病毒就比較容易攻破你的黏膜 就會進到你身體裡面 當然也有可能比較容易感冒 對 所以那我們過敏的時候 我們最常用的就是抗組織胺 對 那抗組織胺沒有效的時候 或者是像氣喘的病人 我們就會用到肋固唇 大家聽到肋固唇就 很害怕 對 這也是為什麼要跟大家說 可能你有問題還是要尋求一些醫療協助 因為我本來在醫院我都不知道 其實我到診所之後我就覺得 原來好多人會去買成藥 其實一般人在買成藥是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真的用很久的時候會產生一些 副作用 對 有些人鼻子腫到不行 就是因為他可能會怕類固唇 他可能會想說不想吃藥 所以他就是一直去買什麼鼻噴劑來噴啊 然後或者是買一些層藥吃 結果弄到最後反而弄小沉著 甚至需要手術 對 基本上抗組織胺 類固唇 還有一些消炎 止痛 這些都是很安全的一些 我們處方用藥 如果在醫師的指導之下使用的話 我覺得其實都是很安全 類固唇的話 很多人講說是美國先丹嘛 用下去什麼都好 對 可是 他其實 他算一個急性的消炎 對 啊 什麼時候要用呢 就是我們醫生覺得你發炎的太厲害 你的發炎已經可以 你的害處已經遠遠的 那個需要用類固唇使用 然後使用類固唇的害處 其實不會比你不用的來的不好 對 所以我們就會 醫生就會跟你說 不然我們用個類固唇 暫時控制你的發炎 控制發炎之後 你可能會好比較快 甚至比較不會有病發症 所以這基本上抗組織胺類固唇 這些藥物在醫生的指導之下使用 是會其實不錯的 對啊 對